关于如何让iPhone让电池续航力与使用寿命及大化 苹果官方建议把软体更新到最新版本 让你的设定最佳化 启用低耗电模式 检视电池用量资讯 到iPhone上的设定电池电池健康度与充电里 让iOS系统自动化电池健康度管理 内建的软体与硬体系统可管理充电模式与电池温度 以延缓电池老化 最佳化电池充电与最佳化充电上线功能 会根据你的日常使用习惯进行调整 有助长远地维持电池寿命 最佳化电池充电与iOS13 WatchOS 7和Mac OS Big Sur 以及各个更新版本上提供 这个功能会根据你的日常充电习惯 自动延迟充电至100% 直到你即将使用电池时才完全充电 iPhone当要长时间不使用时 电池应存有一半的充电量 不要对装置的电池进行完全充电或完全放电 应充电至50%的电量 如果你在电池完全没电的情况存放装置 电池会进入深度放电状态 造成没办法再充电的情形 相反的 如果你长期存放完全充电的装置 电池可能会损失部分续电量 导致电池续航力缩短 如果你觉得这些建议太含糊和空泛的话 下面有五个具体方法可以延长iPhone电池的寿命 一 降低亮度 在设定荧幕显示中降低亮度 可以减少电池的消耗 二 关闭无用的功能 关闭无用的功能 例如持续定位 振动效果等 可以减少电池的消耗 三 避免高温环境 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会加速电池老化 所以要尽量避免 四 限制背景活动 在设定一般背景App重新整理中限制背景活动 可以减少电池的消耗 五 使用官方充电器 使用苹果官方充电器充电 可以减少对电池寿命的影响 这些方法都可以有效延长iPhone电池的寿命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比电池寿命会逐渐下降 因此 最终还是会需要更换电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 м 引吉并 comen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